HELLO MING 好了,现在我们来开箱 其实我这些东西 从周二就开始陆陆续续到了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 为什么这么晚它录着开箱呢 因为它是陆陆续才到了 我想都到齐了再看 那这就是相机了 一个 膜 屏幕 这是啥膜 应该是相机的屏幕的膜 应该是新的 这一张发票 OK 包的还挺严实 应该是写的 这个膜还没有拆开 把它撕开 直接可以了 哇 哇 哇 说明说什么都没有用 这好像这是 这是啥 一个 背带 这是一颗 15-45的镜头 一块电池 充电器 一条线 这就是相机本体了 哇 还是很小的 不过摸起来的重量还是有一点烧重 M50本体 M50 翻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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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 拆其他的 有个UV镜 镜头包 好 这时候我买的都是气泡膜 其他都是送的 一张发票 擦镜纸 这就是镜头本体 1-1-2的镜头 果然也是新的 全新的没有拆封 打开 全新的1-1-2的 我捞个神器 这应该是一个S的卡 但是不知道为啥 它用面膜的盆给我装来了 感觉有点山楂 没有想明白 好 送了好多插进去 盒子 一个闪迪的 128G的 SD卡 应该满足我路到的 需求 这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一个电池 一个两个电池加上一个做充 然后可以充两个电池 我觉得还应该蛮够用的 这一套才100多块钱 感觉很便宜 这个先不打开 罗德麦克风 一个包 麦克风的包吧 然后里面装什么东西 手机支架 小三角架 一个连 一个线 罗德 Videomiracle 看起来所有Vlogger 基本都在用这个和一个 一个 Videomiracle 我先用这个体验一下 哇 一睁眼看这个兔毛 感觉非常的炫酷 哇 它是有线的 一个线 一个支架 软软的 应该是防震的吧 麦克风本体 这兔毛被压坏了 麦克风 这很小小的感觉 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还挺好看的这样 哈哈 买了很久 我都忘了它是个啥 应该是一个 比较大的那代包 哦 还可以 正好可以把相机 加上镜头装进去 像这样 还挺好看的吧 这是应该是一个 快装板 哇 这快装板还蛮大的 哇 好动啊 这快装板 这是一个快装板 然后 怎么用啊 这样把我的相机放在这个三脚架上 然后就可以很快的拿下来 方便 那这个是铁 铝合金的吧 还是铁的 这个还是可以 不错 现在我们把这个相机装上 我们先装一个 电池 先用这个原装的电池 不知道有没有电 还用这个 要不要喝 然后 镜头 看看这个 15 15-45 这样一声 清脆 开 点亮 跟麦克风应该是可以 放在 先把麦克风转 这个都小 盖子 麦克的接口 这就是我的VLOG装备 感觉还是有一点分量的 等一会换上我的 11-2镜头 会更厉害一点 那会长一点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M50有多小 这是我的M50 这是我的700D 哇 简直是完全不是同一个尺寸 小很多 所以我之前都不太会用它来拍水平 我都是会带它拿出去拍照 就是有两分钟 它比起来 好了 现在给大家换上我的相机来录像 了 好了 现在我是在用我的M50来录像了 现在是用的15-45的15端 其实看起来效果要比手机好很多 对吧 我其实之前一直在用大疆的这个云台和 iPhone来拍摄的 我觉得拍下效果还行 蛮便写的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台相机的 所以我就在M50和RF6400之间纠结了很久 最后让我选择了M50 是因为我之前列了一个Flag 就是说我捡到136斤的话 我就买RF6400 结果我现在也没有捡到136斤 但是我特别想买相机 所以我就买了M50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 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RF6400没有防抖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防抖 虽然很多UP主都在说 其实录Vlog没有必要边左边刷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说一句话 还要拿这相机 站定了再有相机录像的话 会有一点打断我的节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就是拿起来就拍 不管我是在走还是在坐 都可以拍的话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我希望这个相机可以提供给我的功能 所以我还是最后选择了M50 虽然M50也没有继承的五周防抖 但是它有个电子防抖 虽然有裁切 但是我觉得还能够接受 不过我们后期加稳定的话 其实也有一定的裁切 而且效果也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直出可以做到的话 还是不要后期来搞了 蛮方便的 而且佳能的直出的肤色还蛮不错 索尼的话会有一点不太好 需要后期调色 640其实有log有hlg 有非常好的对焦 但是我觉得佳能这个双和相对焦可能也不差 我认为这些还是没有防抖来的更重要一些 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M50 即使M50非常多缺点 比如它升格只有720P 4K有非常大的裁切 而且不支持它的双和相对焦 只支持反差对焦 也许4K在录BRO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 但是拿着相机来自拍的话完全不能用 其实我更喜欢640的上翻屏 因为M50的这个测翻屏 我总想去看它的这个屏幕 感觉我的眼神有一点点偏 相对于这样 我需要试一段时间 现在我总是忍不住想去看那个屏幕 有一点难受 如果上完频道也更好一点 尽管它的热血没办法插麦克风了 但是大家也有很多结果 就是把麦克风放在旁边 把麦克风放在旁边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比现在要更强一点 不过M50也是蛮不错的 那我现在给大家换上我11-2的光效镜头来试一试 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 好了 现在我已经换上我的11-2的光效镜头 现在在11段 感觉看起来确实要比15-45的要广一点 虽然它们俩差的也不是很多 现在我给大家看看 我如果举起它的距离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距离就是我平常录VLOG的距离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脸小多了 比我之前用手机的话 但是这个重量确实要比我用云台加上手机会重很多 嗯 是不是该锻炼身体了 增强臂力 其实我来挑选相机的条件有这么几个 就是它足够轻便 然后有防抖 对焦OK 画质OK的话就可以 所以 所以 这是为什么我买了一个APIC相机 没有买全化相机的原因 就全化相机稍微的有点大 然后会重 因为这个M50加上这一套配件就已经比较重了 我不能想象就是我换一个主要相机 再加上这样一套装备有多重 现在就是一个麦克风 一个相机 加上一个八爪鱼的脚架 就已经有一点重了 我觉得 我不计这台相机可以陪我一段时间来录像 我会在使用它一段时间之后给大家出一个使用感受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的我的某一期的视频 M50的使用感受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这就是我今天拆了所有的配件 等了一周才把它们都拆了